很多中老年的患者都有膝關節痛的問題 如果在目外傷碰撞的情況下 出現膝關節的疼痛或腫脹 活動膝關節後,疼痛稍為緩和 但活動太多或承受重量時,疼痛會加重 膝關節的活動度減低 活動時可能會有聲響 容易出現膝硬 尤其是在枝頭早起床時特別明顯 50歲或以上的人士出現上述症狀 很大的機會就是退化性膝關節炎 如果希望確診的話 可以進行濕部的X光或CT檢查 在中醫的角度來說 退化性膝關節炎不屬於避症的範疇裏 發生的肌理主要分為 不通則痛和不永則痛兩種 不通則痛可以簡單地理解為 好像塞車一樣 風寒濕熱或乳血等的致病因素 阻塞在關節之間 引致經絡不通 氣血不暢而出現疼痛 不永則痛就是因為氣血不足 經絡空虛 筋密失陽 就好像土地貧疾 樹木沒有得到充足的營養 而孤肝一樣 中醫處理室關節疼痛的治療方法 主要有針刺、拔罐、艾咎等 治療室關節疼痛的穴位 以涼憂、血海、內外失眼、陰陽明傳等為主 針刺拔罐具有疏通經絡、行氣活血、輸根止痛的效果 進行針灸的頻率一般建議是一週一至兩次左右 疼痛明顯的時候可以一週兩次 疼痛減緩之後可以一週一次 不適宜過於頻繁 除了進行針灸治療之外 更重要的是注重室關節的日常保養 首先需要減少室關節的勞損和負荷 避免長時間保持相同的姿勢 包括狗行、狗站、狗坐、蹲下等動作 要避免劇烈的運動 但亦不能完全不做任何運動 以免加速膝關節的退化 建議可以以散步、踩單車、太極等比較輕鬆的運動為主 要運動之後第二天沒有感到太疲累為導 所以提倡每日需要走一萬步這個說法 只是屬於一個參考的數值 對於有退化腺式關節炎的人士 需要按照自己的情況作出調整 最後患者需要注意保護膝關節 例如穿著運動鞋出街 利用直遮或手像副座行路 用手推車幫助拿寵物 天氣寒冷的時候注意室部的保暖 可以將行熱敷 以減少引起疼痛的情況 和緩解膝關節退化的速度 以及規定從HIP 下緩解膝關節網 Wagner 內地勤色